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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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兴劇《十月初五的月光》 今日举行首播活动 一众台词幕后延伸造势 除了齐齐看直播之外 还有大抽奖送礼 主演的剧集有幸成为台兴巨献 还搞了一个好像电影首映 这么多人参与的首播活动 和这么多人一起 在这么大的荧幕上欣赏自己的演出 难免会有点紧张 不过胡鸿军和罗天宇就说 最兴奋是见到何以婷的演出 很兴奋 见到何以婷一人发色三角 整套剧一小时 有九个字都是她的獨舞戏 非常出色 她现在很不满 不是很好 很开心 因为有点尴尬 这么大的螢幕 真是厉害 你真的看到三个角色都很有层次 那时候怎么拍的 你两个自己是鎖机吗 鎖机 然后我拍完一边 再打到另一边的对方 真的自己是吗 很厉害 对着空气演戏 有没有对手吗 有个替身 让我站在位置 很厉害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事后级演员 很多朋友讯息 我都说 第一集很感动 对啊 刚才我都停不到 电话刚才停止响 伊亭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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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搞得也没办法专心看 三位主角在剧中有这么多对手 自然培养出不错的默契和感情 而米雪和石修不单止在剧中是知己好友 在剧外的感情一样这么好 其实我们对这个戏 雪姐也是 我们在拍这个戏 这个戏 我们在三个月 三个月在一个地方 一对一对 虽然就是在戏里面 做戏而已 但我们有一种感情 一种感觉 一种好朋友的感觉 街坊的感觉 一种温情的感觉 一种死党 知己 习以一生 康华和韦宇森分别饰演 Regina的继母和好朋友 虽然两人在剧中没有什么对手戏 不过他们私下不知多朋友 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 第一部剧 就是《潮拜舞多》 那时我完全是一个不懂演戏的小女孩 然后我遇见了康师傅 然后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当我第十天来拍剧的时候 一场遗戏 很多人看着我要哭 我又怕我哭不出 但是康师傅就很好 因为他的情感令到我 很容易流眼泪 所以那一刻很开心 每逢我流行经年遇见康师傅 或者在这部剧中遇见 我就有一种亲切感 对 对 很好 Rinky其实真的很有可能 因为我们第一次跟他拍 其实那时候他也是第一次拍剧 对吧 很多感情戏 他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那天都跟他说 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他 我觉得很… 我知道最近聊了 对 五富桥和林永棠 饰演一对情侣 不过现实中的他们 感情就一直是个迷 而这天多得Alvin的 叶丫妈姚嘉莉的神助公 就似乎令两人松口 透露了少少现在的关系 而在我戏里面 和Bella都有一位可歌可入的爱情故事 戏内戏外呢 戏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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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 戏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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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 我让你再说一次 继续 我让你再说一次 妈咪呢 妈咪呢 一说气爱气来 你就已经熬底了 就开始不知道说什么了 很尴尬 平时也是这样的 也是令我很尴尬 也是令你很尴尬的 杨明早前被控不小心驾驶醉成 女朋友庄司明被指在亭上爆哭 虽然杨明获准保释 并正进行上诉程序 不过大家依然很关心他们的心情和现况 有些报道说你在亭里有哭 大家都很担心你的情绪上的问题 是 我有哭 但我没有爆哭 可能忍不住滴我的眼泪 人知常情 那现在他仰他还可以吗 他还可以 他心态也很积极 而且他很坚强 他现在都是忙做一下运动 装备一下自己 还有要减肥 是吗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肥了很多 他平时不是很fit的吗 是 以前拍剧的时候是fit的 但是可能他处于这个休息的状态 一段日子 加上他自己也可能会有点压力 又会不开心 他唯一令他开心的就是吃东西 对 好